你好 欢迎收看4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110年度花莲县县县长杯垂球锦标赛 18号上午是在吉安湘的新泉仁爱公园举行 许多垂球好手齐聚一堂 县长徐正卫也特别到场同乐 并且和县远李正文及地方师生一起来开球 为这场赛事揭开序幕 整个活动现场相当热络 110年花莲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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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标赛 18号上午在吉安湘新城仁爱公园举行 许多垂球好手齐聚一堂 县长徐正文表示 花莲好山好水好空气 也是适合运动的城市 而今天看见许多老大人们精神斗手 大家齐聚一堂练习锤球 不许能够激发肌耐力 也趁着好天气联络临李的情谊 县长徐正文更展现其名的形象 拥抱参赛者为参赛选手们代表打气 去年我们的锤球木球 一个是在我们美轮田径场 一个是在花岗山中正体育场 那个整个草皮也都是我们锤球委员会 把它顾好 把它每一个礼拜通通去把它整理好 这个三天要 这个三天要留这边 三天后要留这边 哇 那个真的草皮的照顾 我们在去年办了全民会 每一个全国来的所有的选手 我们都说我们的场地真的一级棒 真的一级棒 专业 這我就要謝謝我們全球委員會 所以給我們主委掌聲一下好不好 給我們高主委掌聲一下 但是我想全民體育大家一起來 花年縣政府到目前我們的體育會 一共有將近快62項的單項的委員會 所以我們發揚各個體育賽事 那今年在下個禮拜 24 25有全國的這個垂球賽在花蓮 全國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 這個參與一起來欣賞 我們的全民運原民運都拿到不錯的成績 那剛才我們現場在講 我們24號有一個全國的垂球賽 我相信我們主委這邊帶領的這個隊伍 也會拿到不錯的佳績好不好 我們預祝我們我們的垂球的運動 能夠蓬勃發展 最重要還有一個意義在 要感謝我們高主委 這麼照顧我們老人家 除了這個運動以外 也能夠看到我們的老人家 走出去外面晒太陽就像今天一樣 在晒太陽 不會像我們現在很多學生 參加升旗 晒沒有兩分鐘就昏倒了 但是到現在已經五六分鐘了 大家都還沒有昏倒在那還站在前面 所以很高興我們的老人家健康 這個家裡 家裡的老人家健康 這個家庭就是幸福的 最後要預祝我們大會圓滿順利 成功 謝謝 現在許忠也提及 華人縣政府去年度109年 承辦的全民運動會 為了讓全國的運動選手們 能夠有很棒的賽事體驗 縣政府整建了28項賽事場館 包括中華國小 國府運動園區 直排輪競速場 垂球球場 以及六座的垂球場 一座的足球場 以及一座的棒球場 給選手們舒適的比賽環境 就在中一天 就在中一天